从法国排到了更远 你看没盖头到点 好 算了 然后因为今年排队的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要保持一米 真的 我觉得真的是2020年 确实就像发生了特别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说实话19年呢 其实我也没拍什么影视剧 就年底的我们的团队就在跟我讲说 就安慰我嘛 就说这个是影视的寒冬 你挺过去就好了 然后我发现寒冬过去了 影视也没了 那段时间就我的危机感特别强 就都想转行了 然后我就在想 我能干点什么呢 然后我就觉得 我应该去考个雅思 就万一失业了 我可以去外企上班 有人说 你这明星还要担心这个吗 我说你这就不懂了 虽然我是个明星 但是我们山东人啊 骨子里对职业的稳定充满了向往 就在这个时候呢 哎 湖南卫视来找我了 说参加一个成团的选秀 那个时候你还有什么好选呢 又有活赶紧接呗 但是说啊 不保你那个进决赛 我就先想 不保就不保呗 我还能进不成 结果先讲失诚了 意外意外啊 虽然你看这姐姐们今天都成团了 但是就是没有出道 你想这个姐姐的团队 是个成熟的艺人团队 他们都有自己的化妆师 服装师 造型师 摄影师 经济团队 助理 这个团队 每个人手下都有一个营 怎么出道啊 没有那么宽的道 所以成团呢 就不是成就 而是一种开始 想要立得住呢 还是要有自己的作品 下一位上场的这个嘉宾啊 就是选秀出道 但是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作品 这个人啊 龙总是非常熟悉的 他就是哇唧唧哇旗下的艺人 毛不易 你知道吗 就是我感觉 今天他们两个人的状态 就特别像妈妈 来看自己的孩子 在元旦晚会上的表演节目 妈妈一边看一边想 要是我其他孩子 也这么省心就好了 龙潘妮老师表情 肯定特别精彩 我得看他 有请让人最省心的毛不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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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啊 省心的事可不敢瞎说呀 哈哈 大家好我是毛不易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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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怪的笑点 好奇怪的笑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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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你全川石花联名超品 不用担心买来的礼物超值难 逛京东买礼物超值一点都不难 很高 这广播怎么这么久 今天我还第一次尝试了 开线上的演唱会 感觉跟线下很不一样 因为是一个人唱歌 还是挺孤独的 线下一首歌 可以唱半首 给观众递半首 线上就不能递了 整首歌都要自己唱 有的时候实在忍不住 想给镜头递话筒 导演就一直瞅我 我说你瞅啥 他说我瞅你咋地 我说我爱咋地咋地 当然最后也没咋地 因为我比较怕他 大家说 我就说我应该才叫网建国 他怎么总求我呀 今年也会有因为创作 感到特别焦虑的时候 后来也没有任何办法 能出门旅游之后 我也出去走了一走 其实旅游对焦虑 真的很管用 因为旅游太好玩了 一回来我就把创作这事给忘了 所以我们虽然解决不了焦虑本身 但是可以解决焦虑的情绪 焦虑的身体和焦虑的灵魂 总有一个在路上 2020年大家都很不容易 其实包括我们的公司 今天看到龙总来到现场 我还挺惊讶的 因为龙总是一个特别不爱出风头的人 非常的低调 不是曝光量非常大的节目 他也不会来 2020年刚刚到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升职加薪 后来是希望自己能保值保新 到最后变成了去求职求薪 所以我对2021也没有太高的要求 只希望不要比今年差就可以了 再差也不能比上半年的效果文化差 这些要求真的不高 挖极娱乐 加油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毛吴云 你知道其实我全程一句都没听进去 就想等你下一句开唱 真的 然后毛老师声音特别好听 对吗 就是浪费了 在这说了半天 都没唱 谢谢毛毛 毛老师